新加坡 新加坡我們考過也不能像 就是隨便考 不像台灣可以這樣 我們有指定 就是政府有建好一個設施 然後你要去預定這個 就是說你幾月幾號要在這裡考 你要去申請 還要申請 還要申請 像集會遊行一樣 要先去警察局申請報名 要跟人家搶 警察會規劃一個請願區 對 然後你們就在那裡面考量 然後他們要綁白布條才會考 OK 新加坡的你今天準備了什麼食材 好 今天 新加坡的那個特色就是 做他隨性啊 真的 然後 Oh my God 那是什麼魚 這個我們叫它魔鬼魚 魔鬼 烘魚 烘魚可以烤 它這個烘魚這半隻放在這裡耶 烘魚可以烤 我跟他們製作單位說 要準備一隻烘魚的時候 他們全部都嚇到 對啊 因為他們只能去水族館抓耶 對 水深館抓 但是這個真的可以吃它很好吃 然後可以先吃這個沙爹 沙爹 沙爹 沙爹會要 其實是有配一個醬 這個就是沙爹醬 對 就是它了 到新加坡了 吃這個味道就到新加坡了 回家了 這個不錯 你怎麼演的 這個沙爹醬其實就是 買的 好吃耶 你買的喔 不是你自己做的喔 不是我們大家都會直接去買 因為它很難做 沙爹醬有點甜甜的是不是 對 不懂為什麼甜的肉 我真的不曉得 而且 而且如果你吃到一個甜的肉 他們會覺得你是發瘋了 真的 真的 別開玩笑 像風有話 像風有話 真的 那還有呢 蟹 肉棒 蟹肉棒 這是火鍋料吧 放在火鍋裡面呢 它有變化啊 火鍋有什麼 什麼 它今天沒有放火鍋裡面 它放足足耶 對 而且它是烤過的耶 對 對 滿有唱歌的 滿有唱歌的 它有加什麼醬嗎 就是一樣牛油跟蜜糖 OK 你有逐漸騙通告的感覺 沒有 因為我們在那邊吃到真的 烤蟹肉棒是真的是蟹餃 一整隻的蟹餃下去烤 等一下 我想要講一下 有火鍋嗎 有火鍋嗎 而且他們會用一些 他們自己製製的那種 很辣的辣椒醬下去一起烤 會很香很辣 但是 你說真的是蟹餃 真的一整隻蟹餃才 所以我才說你在開玩笑嗎 對 而且如果你閉著眼睛吃 你以為是辣草年糕 辣草年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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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魔鬼魚 那個它的辣椒其實是有點酸甜 酸酸辣辣的 如果不敢吃辣的話 你可能會覺得很辣 好吃嗎 其實不錯 但是那個味道好重 好辣對不對 那個是辣椒的味道 沒有 其實那個魚 就是那個海鮮的味道 在馬來西亞新加坡是 一條一條 你只要去經過那種 專門在做烤肉的街 整條街都是這麼重的海鮮味 對 重口味 就是他們沒有這麼重 他們覺得不新鮮 好辣哦 很辣對不對 你們下個月要去新加坡玩嗎 你們可以去當地吃 我也太辣了吧 好辣哦 它很辣 但是很好吃 可是好辣 很過癮啊 很過癮 好辣 有回家的感覺 這個啤酒耶 一定要配啤酒 一定要配啤酒 這個就是下酒菜嘛 好好吃哦 杜莉 你怎麼吃一口就流汗流成這樣 好辣 好辣 可是好不好吃 好辣 可是它的工具相當奇怪哦 我們剛剛找了半天 找不到烤肉用的刷子 刷子 它是用這個耶 聽說這是畢卡索當年用的筆刷 畢卡索用 他拿來烤肉 這樣這什麼時間骨頭 刷 白骨啊 都會用筆刷來刷烤肉你知道 對啊 怎麼可能 是這樣嗎 這樣刷不夠吧 這個很方便啊 你在家就可以 直接 就是媽媽 媽媽化完妝 哥哥化完化 都沒有人用了 你就拿來烤肉 而且我跟你講 這一個才方便 好環保 對 這個很小它很方便 對啊 網路上已經在罵你們都在亂交了 新加坡也有就是 因為我們有一個 美國來的 咖啡店叫咖啡餅 然後先寫是CB 然後在美國他們有印件衣服 就是I love CB 然後就有 之前就有一個外國人 在新加坡穿 然後我們就一直狂笑他 就叫 當場叫他去買一件新的衣服換 因為CB是指 其實CB就是很粗的一個粗話 在 叫做 可以解釋啦 CB其實就是台語 對 對 你們講 你們罵人的那個 你講嗎 講講看嘛 可以講嗎 你們就講 反正會B 那是G啊 怎麼會是C 沒有 但我們是 所以CB喔 對 CB 所以在新加坡我們就會 就是罵人我們會用CB 對 我們直接 可是 在法國是信用卡的意思 CB啊 因為是一家銀行 對 所以要說可以用CB嗎 對 可以用CB嗎 當然 當然 歡迎 歡迎 你要幹嘛都可以 耶 新加坡就是有Singlish啊 這個字唱很多 我們有 La Le Lo Me 還有很多很多 雨萱可以跟你講 怎麼用都不一樣喔 就跟情緒有關係 譬如我拿Sorry來做一個 例子 好了 譬如說你裝到我嗎 嗯 但是我不覺得我撞到你 OK 但我被逼我要跟你講對不起 Sorry啦 好沒誠意喔 真的耶 還要配上他的臉部 Sorry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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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如果他很誠意的呢 也沒有很誠意 這都沒有誠意 還有一種就是比較輕挑 就是說 我一定要跟你講對不起 Sorry囉 Sorry囉 真的耶 然後還有一個就是 我可能問他 我這樣撞到他 我要跟他講 好煩喔 你們新加坡人不是很好相處耶 對 還有多一種也是問 這樣撞到他要講 Sorry咩 Sorry咩 喔 Sorry嗎 這樣也要講對不起媽 的意思 是這個 每一個都有不同的意思 有情緒耶 對 但是文藝共同點都是很欠答 對 對啊 然後新加坡自創很多 那個 我們自己的英文 然後我們會用一些 不同的語言去拼成英文字 然後來用 所以想問大家 你們知道是什麼意思 第一個是什麼 考一下 Chill Gir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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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ll... Chill Girl 很臭的 女生 Chill Girl Chill Girl 所以Chill Girl是漂亮女生的意思嗎 對 我們感覺是囂張耶 對啊 Chill... 對啊 你今天好Chill 第二個是 Very Shock Very Shock Shock是很爽的意思 或是很舒服的意思 很爽 Very Shock Very Shock 這是怎麼來的 對啊 有根據嗎 送來的嗎 這個其實我也不知道 它可能就是一種 老師真的這樣教嗎 沒有 這個不是英文字 這是我們自創 對 對 然後第三個叫 雞婆 雞婆 對,雞婆 對,雞婆 對,台灣有一個原詞 我們會打成英文字 因為不同的種族 都可以用到 然後第四個是 Chill Chill是很深奧的意思 Chill Chill 比如你跟我說一堆成語 然後我完全不了解 我說I don't understand 很深 很深嗎 很深耶 很深耶 很深啊 對 然後第五個你們應該也知道 就是 笑 笑 瘋,瘋瘋的嗎 對,瘋瘋一點點 你笑的 所以他們很多台語啊 對啊 不見話來的 然後我們把它換成英文字 這樣子就可以用 這樣子馬來人、印度人 也可以一起用 但是外國人 是完全聽不懂的吧 這種用法 聽不懂 對 華人大概都懂 但新加坡也有很多就是縮寫 像是可不可以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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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可以 可以 吃飯 要吃什麼 今天吃一碗 好簡單 好簡單 很棒 今天吃一碗 今天吃一碗 對,還有一個是 如果 比如你跟一群朋友 不知道下一個你要做什麼 就是 我們要做什麼 是正常的 可是我們可以說 就是 說好 對 要怎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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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打架 所以新加坡人更懶啊 要說懂 還有很多用錯 譬如說開燈好了 都是一些比較 以前人都講 開燈 開燈 然後他們一定可以笑死的 開燈 開燈 對,就是直接開燈 直接翻譯 他是直翻就對了 對 綠宇先 沒有,然後你們還有一個字叫 就是有一次 對 對 No Q No Q 有一次就是跟朋友在一起聚會 然後就突然間有人說 No Q 想說什麼東西啊 然後他就說 我就以為 我就說 沒有人Cue你啊,你在幹嘛 然後過後他就說 沒有啦,就是不好 就是不用客氣的意思 對 所以人家說Thank you No Q 新加坡也有類似熱潮的 有嗎 那我們叫竹草 所以才會有 玄玄竹草 然後我們 竹草 我們叫竹草 類似鄉人 怎麼感覺沒有人啊 對 因為是比較靠近我新加坡的家 然後就是其中一家 然後你們這裡好像是叫 大排這樣 很乾淨耶 真的 然後我們的菜單其實比較少 比較少菜單 不像台灣的菜單會很多 然後我們比較簡單 但是我們的分量都很大 你們這裡都是小小樣 下酒的 新加坡有一個地方叫 芥朗 芥朗那邊超多這種大排檔 對 超好吃的 我們叫竹草 哇 因為你知道我後來發現一件事情 大家去逛那種什麼大阪那種 不是很大那種水族館嗎 那外國人都是在看水族館 對啊 台灣人一走過去說 這個清蒸的好吃 對 這個三杯會很好 而且是一個 那個清蒸不行 肉整個會糊掉 對 這樣不行 然後要不然就是看到那種 我上次去哪裡看到一隻很 L 是在美國 反正忘記哪裡 看到一隻超大 成年龍蝦喔 然後大家全部其他人都說 哇 So amazing 然後只有台灣人說 這肉一定老了 對 對 真的 真的 台灣熱草店必點的菜是哪一道 應該就是說新加坡人最愛吃的 就是關於有鹹蛋的東西 金沙 對金沙 所以你們愛到開了金沙酒店 對 所以你喜歡點金沙系列的嘛 新加坡人很愛吃 所以你應該也是要做金沙系列嘛 對不對 是的 我也說說 我喜歡烏魚子 結果來一個辣草見損 我喜歡三杯雞 然後再來一個蔥爆牛肉 蔥爆牛肉 對啊 所以這樣要幹什麼 我今天要做的就是 看到沒有 看到沒有你們兩個 光是這個就加五分 真的 因為那個大家去買蝦子 回家要洗 然後記得把那個裡面的大便給清掉 然後呢 裹那個地瓜粉或是太白粉去炸過 但是因為這個步驟 我之前已經在弄好了 所以蝦子 炸好的蝦子在這邊 因為兩個禮拜前 他就炸好了 兩個禮拜以前 那還能吃嗎 今天弄的 今天用好的 對啊 所以我已經把蝦子給炸好了 炸好了啦 而且他後面那個 稍微要剖一小刀有沒有 對 在剖你哪裡 真的 他蝦背要剖一小刀 把那個蝦腸那個弄出來嘛 不然一炸的時候 你咬的時候會有那個蝦腸在嘛 對啊 對啊 對 好 所以我現在要 用椰子油很健康喔 對 我用椰子油 這個不一樣喔 他先下蒜頭 對 雨萱平常有在做菜嗎 有 自己在做簡單的料理 OK 這是什麼 這個是鹹蛋 鹹鴨蛋的蛋黃 所以你們要先壓爛它 小心喔 那個蒜粒等一下變成黑黑一點一點 這樣會苦喔 會苦喔 對喔 會煩苦 會苦掉 是加椰子油喔 它加椰子油 健康啊 所以新加坡 不會那麼油比較健康 新加坡的熱草會用椰子油嗎 會 新加坡熱草 你為什麼會把蛋黃跟蛋白分開啊 因為蛋 沒有 其實蛋白我只是加進去 有一點顏色而已 其實是可以不用加那個蛋白的 對 你顏色 因為你剛剛那個蒜釘啊 已經變黑了 已經有顏色在上面啊 好 然後就加 其實金沙人吃油耶 對 對 油要很多 超油的 而且它這個要很多 才可以裹附在每一個蝦仁上面 對 對 我一直加油喔 你一直在加油 椰子油不會很油 中途又加油 這個是對的嗎 其實我是比較不建議耶 對啊 除非 而且它加了兩三次 而且最重要一點是 你的蛋黃沒有炒到冒泡 就不香了 這次行啊來的 其實它現在已經有泡泡了 有泡泡上嗎 因為你的那個油啊 因為你的那個蝦球已經是炸過 然後放了一下子 對 但是你現在下去的話 它那個外表很容易吸油 好 那椰子油 現在冒泡了 現在冒泡了嗎 對 現在冒泡了 好 目前看起來它金沙的顏色 跟外面不太一樣 對 對 那我們台式的一定都是沙拉油 熱炒店一定是沙拉油 對啊 好 這道完成了 你這道是 金沙蝦球 金沙蝦球上菜了 這次雨萱拿出新加坡人 最愛的金沙料理應戰 究竟這椰子油炒出來的金沙蝦球 味道如何呢 馬上來品嘗吧 做的這個金沙蝦球 是的 我們評審有在試吃了嗎 小哈 小哈怎麼會敷衍成這樣呢 怎麼 微微的表情又 怎麼了 人就是不能比較 你看看金沙蝦 怎麼了 三位評審都不講話 你知道嗎 因為為什麼我要吃一半而已嗎 因為其實這個顏色很好看嘛 而且聞起來顏色很香 可是呢 味道有一點點淡 所以 我覺得這個 辣椒椰子一直吃 非常的好 真的 不好意思現在是評審的時間 謝謝 謝謝 來 小哈怎麼了 就是 比較可惜一點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 椰子油的關係 可能也不一定是椰子油 就是 它只有一個味道 就跟剛剛金敏哉的漸筍很像 真的 很配 就只有一個鹹味 但是 它的香味是比金敏哉的那個漸筍 突出很多 對 我是覺得呢 它真的有點過鹹了 可能是它那個蛋黃的 那個什麼啊 鹹蛋黃加了太多了 然後 可能那個 它的那個蝦子也裹粉 裹得很厚 整個吃起來就是 都是粉粉的感覺 它的那個蝦子也沒有QQ的 對 對 我一點不好意思 可是我覺得有點難吃 對 真的 因為我是真的只有鹹味 然後那個 下折完全不Q 就是 我不記得 就是 好 對不起 這聽起來好像比金敏哉還糟 其實 對 對 劉德比 比翁說對 我覺得比敏哉可能好吃一點 一點點 但是味道的層次就是很單調 厲害喔 而且擺盤可以蝦油 可以再好 不要拍我 不要拍你 為什麼 難道你又懷孕了 蝦子 怎麼了 怎麼了 連吞都吞不進去 還好嗎 下一位是誰 下一位應該不會再是萱萱了 好不好 好 好 那你這個金沙蝦球 我們在這邊也永遠的謝謝你啦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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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想到新加坡口味的金沙蝦球 不合評審們的胃口 宇軒就繼續好好加油吧 就是去新加坡那邊 就是出了很大之外 他們也是有一個 對 然後那個超酷的 然後我覺得對於帶小朋友出國的人 也是很很很方便 因為其實小朋友在機場最會無聊嘛 對 他們就是家常都會帶父母去 帶他們那個小孩去那邊 玩了可以玩好幾個小時再上飛機 所以那個新加坡的那個機場是很棒 張宜機場 對 既然聊到新加坡張宜機場 宇軒你 對啊 張宜機場是全世界排名第一的機場 然後除了他剛才講的那個 全世界最高的溜滑梯 還有很多...有很多個花園 有一個是 新加坡就是號稱花園城市 對 然後他有 你在等的時候可以玩 對 超酷 對 他們現在在建第四行下 好漂亮哦 這是第四行下 然後2018年會建好 然後這裡有十層樓 底下五層 然後上面五層 張宜機場裡面還有什麼 游泳池按摩 還有很多 游泳池 游泳池 誰會去機場游泳啊 好特別哦 我問得好 不要這樣說哦 之前我們颱風天的時候 很多人就在桃園機場游泳 真的 好可憐哦 沒有,新加坡人其實很喜歡 去機場逛街 就是你沒有出國 但是很多人會去機場吃東西 逛街等等 所以這些設施都可以用的 對 這也有那個電影院 對不對 對,還有電影院 完全就不用出機場耶 是一個娛樂中心就對了 對 對,就你去新加坡有啊 我都在 待在張宜機場 沒有出國 沒有出國 反正裡面有吃有喝 還有溜滑梯 對 每個機場都有那個警察局 有 對,然後新加坡的機場警察局 很厲害 效率很高 因為我有一次我搭 我要坐飛機去杜拜 然後我在等班機的時候 在玩我的iPad 然後上飛機的時候 我就把我的iPad放在椅子 我忘了拿 然後我就上飛機了 然後我上飛機 我才發現我忘了拿我的iPad 可是我要下飛機的時候 他不讓我下 因為他說上飛機就不能下來了 然後我就說那好 然後我就帶著很低的情緒去玩 然後我玩了回來 我就去報警 去機場的警察局報警 然後報警了 一個月後 對,他們調所有的CCTV 然後找到我的iPad 然後就叫我去機場的警察局 拿我的iPad 後來是到哪裡去了呢 誰拿走了 我沒有問得很清楚 但是他就是找到 我只是覺得他的效率也太強了 好感人哦 因為我以為就是完了 就是沒...一定不見了 好感人哦 對啊,找得到耶 所以他效率超強 那iPad裡面應該有你很重要的東西 沒有,因為很貴 iPad很珍貴 對啊,很貴耶 而且是我新買的 很多的回憶 對 其實我真的覺得新加坡 是我去過最厲害的 最好 我之前去北包客旅行 那北包客就是不要花太多錢啊 那我們在新加坡要等 大概八個小時 我們一開始想找一個室室 或是一個房間 可以休息、洗澡什麼的 其實那邊不用 只是可以找一個免費的按摩為止 可以去按摩一個小時都是免費的 免費按摩 免費的 那個叫的 叫來的按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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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哪裡叫 而且還免費 免費 也是免費 他是按摩椅吧 然後也有就是一個地方 可以躺著 然後可以看電影 然後就是也是免費 然後去也是可以打電動啊 PS4 就是XBOX什麼都有 所以其實我們在那邊 沒有看時間 那個六個小時就是 飛機也飛走了 什麼 太好玩了 很舒服 你想想 那個新加坡機場這麼多是免費的 很多 但是其實是要轉機 你才可以用到這些設施啊 對 不然的話其實你找進去 兩個小時根本就不夠逛 你們有沒有吃過新加坡的特產 綠蛋糕 我跟你講 有嗎 這個機場就有一個專櫃專門在賣 我沒有吃過 它到底是 你沒有吃過嗎 我沒有吃過 它是你知道斑蘭葉是什麼嗎 斑蘭葉 斑蘭葉 它是那個味道 但是我不知道怎麼形容那個味道 但是那個蛋糕其實是給台灣人買到 那個價錢是翻倍的 其實你在普通的麵包店買 其實很便宜 但是你們買到 在機場買的都是雙倍的價錢 超級貴 它到底為什麼 你有吃... 它真的很好吃 我跟你講那個就是怎樣 我們台灣如果要出去 我們帶伴手禮就是什麼 鳳梨酥那些 去新加坡機場 你就是買這個帶回來 綠蛋糕 而且它一盒超大盒 但是你們台灣人就會買四、五盒 就是這樣扛著上飛機 可是新加坡不是還有一個 什麼杏仁書還是什麼的 杏仁餅還是什麼的 那不是澳門嗎 澳門啊 還有泡麵啦 熱沙泡麵 所以... 所以其實新加坡開了很多蛋糕 然後... 對,有點像便利餐廳那麼多 我們全新加坡整... 整個新加坡有大概八十多家 這樣的蛋糕 然後它是... 它是那個連鎖的 所以... 很像我們在捷運站出來 或是在百貨公司 都可以看到這種當鋪 然後我的朋友 因為我有一個朋友 他很愛買包包 他每個月賺錢 他都會買一個包包 然後他有一次他就是... 他想要買的包太貴了 所以他就把他之前的包 都去這一種 直接走進去擋 擋掉 對,而且他們很強的是 他可以在網上 你可以發一個照片給他們看 你的包包 然後他們在三天內會估價 然後再跟你說多少錢 他們收的價錢好嗎 我不知道好不好 但是我知道 然後如果你在六個月內 沒有輸回來的話 他就會放在架上賣 所以這些都會在百貨公司裡面 買... 對,開 然後其中一家超強的是 他還有開到 當鋪 然後我爸爸還買了他們的股票 我們最怕的是 親戚來向我們借錢 因為我家前幾年有遇到是 我的... 有一個親戚他來跟我爸爸借錢 他們買房子 然後要裝潢 然後跟我爸爸借三十 還是四十萬 然後之後我爸爸就借給他們 這筆錢 然後幾個月後 我的媽媽就問我爸爸說 你幾次要跟那個誰誰誰 要回這一筆錢 然後我爸爸就打電話 去問那個親戚 然後你知道那個親戚說什麼嗎 他說我們是親戚耶 然後你這樣那麼有錢 這三十幾萬對你應該還好吧 你還要跟我討回這筆錢 他這樣就講 然後我爸爸不知道要說什麼話 然後我爸爸就說 那就這樣 然後就... 我爸爸真的沒有跟他拿回 但是我媽媽很氣 然後我們自己... 家裡自己會有內容 就是因為親戚 我們最怕就是親戚來借錢 所以這個故事 透露一個小玄機 我們要跟他們借錢 他們家很有錢 他家太有錢了 三十萬可以不要 三十萬,你知道嗎 和台幣多少耶 成以二十二 對啊 不是,因為我爸爸 我爸爸的人真的太好 然後他又很愛他的家人 所以我們也不能說什麼 你剛剛有看我小孩還小 他要上課 他的AA學費 沒有錢 沒有錢 怎麼那麼快拒絕我了 沒有錢 你想辦法拿出來 沒有錢 你真的在搶錢 你真的在搶錢 那要三兩下吧 等一下,這個是我 一千兩百萬,你看到沒有 乾哥 這十二萬是我暫時還沒有收回來的錢 對,因為我跟那個 他們比較不一樣 我比較厚臉皮一點 所以我借出去的錢 我通常都會一直問 一定要啊 所以我就會一直問 我每一個月會發信息 是你欠我的錢 什麼時候要還 所以一直這樣問 所以我借出去之前 只有大概四十萬 然後現在收回來了 然後還剩下十二萬 對,在新加坡其實大家都很愛看醫生 因為在新加坡有很多的公司 其實基本上你去看醫生 或者是哪病假都是公司付到完 所以大家都很愛跑去看醫生 然後老人家在新加坡政府又已經不住 所以很多費用都很低 所以大家都很愛看醫生 但是這些都是政府的診所 然後都需要等到三到四個小時 所以大家也是一樣 就是要省時間就去看私人診所 然後我自己也是這樣 因為我之前 因為我的腰有一點問題 所以我有一次 是我直接彎下腰幫我的鞋 腰怎麼樣造成的問題呢 我不知道 就是之前運動受傷 對,然後我有一次 我就彎下腰幫我的鞋帶 然後我就再也站不起來 我就一直這樣 然後我全程這樣子走去診所看醫生 然後我只是打一支 然後因為手... 因為政府的那個診所太久了 所以我就去私人診所 他幫我打一支針 我就可以站起來 那一支針一打下去 七千多塊 國幣嗎 對,那真的 台幣七千多塊 新加坡幣七千多塊還得了 對啊 乘以二十... 二十二還二十三耶 可是這個價錢 在美國就會是美金啊 對啊,可是打一支針 就可以站起來了 對他幫助很大 你想聊什麼嗎 對他幫助很大 你想聊什麼我們陪你聊嘛 不是,他剛剛講說 連綁鞋帶都沒辦法啊 對不對 我自己是因為 在新加坡我之前的公司就是 看什麼病就是付什麼錢 所以我很愛看醫生 然後每次你吃完藥 不是很... 還有剩下的錢 還有剩下的藥 所以現在我家人只要生命 就來找我就可以了 他們不用看醫生 你真的不要這樣 你現在拿來這張照片 走過去隔壁醫師 好啦,我要看他們怎麼打你 但這些不是過期藥啊 所以還可以用 對 我要講耶 不行啦 有偏還要做醫生 醫生教你怎麼吃 而且那個劑量劑也沒辦法拿你 對 雨萱,新加坡有什麼偏方 我自己是我阿嬤的偏方 這是他自己做的 這個藥 沒有,這個藥 這個藥叫做蛇蛇草 然後他會拿去曬乾 然後曬乾之後 他就把它弄成對蛇 蛇蛇草 蛇的蛇頭的草 我不知道耶 我問我媽媽 她是說是叫蛇蛇草 蛇蛇草 蛇蛇草 對,然後就曬乾之後 就把它弄成粉狀 把它撞在裡面 然後你喉嚨痛的話 吃一顆 然後就嘛 就幾小時後就生效 你有吃過嗎 有用嗎 有,我們從小就吃 然後那個 如果你皮膚過敏 或是你皮膚癢 你拿這個草 去泡水 然後沖一沖就好了 我真的哪一天 機票那些我出 我邀請你全家 到醫師好辣去錄一集 好 好 很想知道那些醫生的臉 會有多慮耶 對 新加坡 對,我也覺得 新加坡的工資很高 因為我的朋友 有一個挪威朋友 他是... 他是... 新加坡很喜歡引進很多外國人才 然後我的朋友從挪威 他去新加坡的時候 他的薪水一個月是一百萬台幣 一個月 一個月 一百萬台幣 一百 他叫什麼 而且公司還給他放 可不可以給我們一些東西刷 一個月嗎 所以一百萬 不是,因為新加坡很多公司 很捨得花錢引進外國人才 這是真的 而且很多公司的總部 現在都設到新加坡 以前在香港 現在都往新加坡去了 對 對 馬丁,你是不是想要去新加坡 我覺得我在台灣幹嘛 新加坡 幹什麼東西 其實我們也想問 你這個問題 對... 你到底在這幹嘛 天啊 一個月一百耶 一百萬 那那個是也很高的 那比較特殊一點的 那如果是平均 如果是大學生剛畢業的話 沒有經驗 大概是六萬到七萬 然後如果是工程師 大概九萬、十萬 沒經驗可以領到六、七萬 對啊 那你以前剛畢業的時候 在新加坡是做什麼 我以前是做保險業務 所以我的底薪是四萬五 然後如果我業績很好的話 我可以到二十五萬 台幣 台幣 蛤 天啊 我越來越搞不懂 這些人來台灣 還幹嘛 你來這邊給我們贏了嗎 讓我們覺得很眼紅的嗎 你上一次要去新加坡是什麼時候 我要跟你去 我要繼續去 不是 那你為什麼不待在新加坡 其實我爸爸 我爸爸很希望我回去 但是 你現在 但是新加坡雖然我們 那你不要借我的工作 就介紹一下 不是 雖然我們可以賺那樣 比如我賺二十五萬一個月 但我們不能過得很奢華的 比如如果我們要買車子 我們買不起 買房子可能我們也很辛苦 對 因為新加坡的車子買一輛 是等於台灣三輛車 不是啊 那你可以 還有牌照的錢不一樣 你可以花幾年的時間 在新加坡賺滿了之後 再去別的地方啊 對啊 現在還是很大 結論就是新加坡人的那個 對 數據 所以難怪我 這個人昨天搬家了 所以 三個月我問他 你的那個 究竟多少 他說一萬四 我覺得太貴了 可是結果他昨天搬去的 那個新的家 對 究竟多少 你說 我昨天搬三萬 一股 在哪一區 在哪一區 還有游泳池 游泳池 這好遠 在哪一區 在南京東路五段幾 你們要給他講出來 小巨蛋附近是不是 嚇死 不是 因為 誇張耶 換算去新加坡的租金 其實是很合理的 新加坡 新加坡薪水很高 對 因為譬如說 真的應該是兩三倍吧 麵包師傅 我妹妹在那邊說 助理喔 麵包是不是助理就是五萬起跳 那台灣大概可能兩萬都不到吧 因為麵包助理嘛 兩萬 有沒有三萬五 我們是不是開始 所以大概是兩倍 說實話我以前經營餐飲店 有一個還不錯的女生 而且也滿年輕的 滿聰明的 那時候最高 因為台灣說真的 你要付到那個外場的話 大概三萬多塊已經算 說真的不錯了 已經頂天了啦 你又不是頂泰豐 對 真的 小龍包 喂 人家那個格調就不一樣 有那個級別啦 對 但是一般的餐飲店 大概就是這個錢 但是後來他說他要去新加坡的 那個餐飲業打工 做一樣的事情 重點是喔 重點是人家還有提供那個食宿 就是吃羹他們也有宿舍 然後重點是 我來這邊三萬塊對不對 提供宿舍以外 他可以食領到台幣六萬塊 所以等於說他那個吃住都不用 花錢以外呢 他那些錢都可以存下來 因為他是在某間那個 新加坡很有名那種大海鮮 那個一艘船上 吃海鮮餐廳那一家 當然很多我們台灣的這些服務人員 都會想要去新加坡淘金 穿個第一名第一桶 是啊 我們啦 一件三百八十塊的商品 為什麼還要殺價 三美班很便宜耶 對啊 謝謝 想不下去 沒有 我這次訪有點失望耶 因為新加坡人是確實很愛計較 所以我覺得我們應該是拿第一名的 新加坡人 他現在已經計較了 他在計較耶 他在跟我們計較耶 他也在計較 他覺得要第一名才行 真的耶 太誇張了吧 沒有啦 剛才她說那個小孩子計較分數那個 因為新加坡的那個教育 是以經營班來分配的 所以如果你拿多一分或少一分 你可能追上一個好的班或壞的班 所以媽媽都會很愛計較 那一分或零點五分 都會去跟老師討 而且新加坡的那個教育又壓力很大 對啊 對啊 那除了這個以外呢 新加坡人還有哪方面愛計較 我這樣覺得 因為我們想要省錢 所以很多新加坡人其實會到馬來西亞 開車到馬來西亞 為了要省那一點點的錢 所以去那邊買加油啊 買一些用品 然後就算是我們到了曼谷 我們買東西 譬如三百八十塊的衣服 我們也想要減價 從新加坡會開車到馬來西亞去加油 那你這一段路才要多久 如果沒有塞車的話三十分鐘 如果有塞車大概一小時多 開過去剛好油箱空啦 可以多加一點回來 對,那開回來新加坡又空了 然後再開過去 你到底要搞到什麼時候 而且這樣子油錢來回 搞不好根本就沒有比較便宜啊 沒有,因為新加坡加油一... 就加滿油在馬來西亞是 三倍的價錢差別 所以我們可以省三桶的油 那值得啦 那差滿多的 所以很多人會一直這樣過去 對,這個其實滿合理 可是有時候真的 這個人很愛記憶叫 雨萱 因為我們通常 禮拜一晚上 這個節目給我們通告嘛 這個禮拜要錄幾場什麼的 可是這個人 禮拜一晚上大概 九點、十點 一定會 打 一定會傳訊息給我 你今天 你這個禮拜錄幾場 他什麼 這裡所有的人 的那個行程都知道 夢多 這個禮拜一二五 我第二場跟第四場 什麼都知道 因為他很愛記憶叫 他有多少 我們有多少 那他如果少於你們 他會打電話跟製作單位計較嗎 應該有吧 是不是 聽也沒有啦 殺對新加坡的指控 就是傳統一板一眼 對 以及剛剛講的口香糖這事情 不能帶進去哦 對,不能帶進去 會被沒收 而且因為你吃的話 其實還好,如果你沒有被抓還好 如果你被抓的話你就會被罰款 那新加坡 你還覺得哪裡有比較一板一眼的地方嗎 我在新加坡的餐廳 有一次 很傻眼的是 我去 我預訂了六位 六位要去吃飯 然後當天我的另外兩位 就臨時說可以來 所以我就想說到餐廳直接跟他們說 我們有總共有八位就可以了 結果我們到現場 然後那個服務員說 你訂的是六位 我們不可以給你八位的那個位子 他說你就到旁邊打電話給我 然後 然後 取消 然後再訂八位就可以了 新加坡市 怎麼會這樣 好特別啊 我聽過 還出來就笑了 等於就重新定位就好了 那我不能在旁邊跟你講這樣子 不可以 你現在取消六位 就比如說我的餐廳規定 大家都是要先預先定位 你就不可以這樣子來跟我要位子 那我當面講還不行 不可以 他不能當面 我要接到電話 對 你一定要這樣子在現場 然後我打手機給你 然後就打電話 就讓你當面打電話 對 因為也有可能那個電話 它是有那個記錄下來的 對 它有錄音的 所以老闆你可以查得到 對 而且我聽到這個國家 新加坡 我超級生氣了 因為我差一點有一次 在新加坡 差一點過時了 因為我就是 對啊 我去 過不適 對啊 真的 就是適時了 差不多兩年前 我就是去新加坡玩 我第一次 然後那一次就是剛好 我就突然很 超級不舒服 我記得我那一次就是遇到 可能吃太多了 吃太多 我 搞不好是這樣 反正我就是不舒服就對了 可能是看到你的照片 有原因可能 關我什麼事 那時候我還不認識 不是 我就是在新加坡 超級不舒服 然後就是請我當地的朋友 幫我打電話 就是訂 那個就是 那個叫什麼 預約括號 預約括號 因為我新加坡不熟 所以我就是坐那個地鐵 就是到那個醫院 然後就是提早到了 差不多半個小時 因為我怕我會遲到了 然後就是先給他 姐姐他看我的護照什麼的 他說不好意思 你太早到 你要不要去外 你要不要打電話 再預約一次了 蛤 我想說 但是我已經 太早到也不行 太早到就不行 我這個我完全不了解 那我想說 但是現在也沒有什麼 其他的人 為什麼 就是我 不然我就是要等嗎 他說不然你就是要等 因為你太早到 我想說 你這個人真的很無聊 但是我現在超不舒服 你可以讓我看一下嗎 他就 死不來了 幹嘛要這樣 所以他 然後後來咧 你有看到嗎 後來就是要等到我的時間 那個時間 那個時間對啊 就是要等到那個時間 有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詞也是跟食物有關的 還有 就是 大家都知道吧 對啊 小蛋糕 因為我最近很常跟夢多在健身 然後 沒有別的朋友了嗎 對啊 你怎麼這樣物入足圖呢 吳浩全 有一次我在跟他運動的時候 他就會問我說 你這個重量你OK嗎 我就說OK啊 然後我就跟他說 It's a piece of cake 沒有 因為這個很容易大家都會用啊 連小屁都會耶 然後 然後 然後我講完過後 我夢多就很氣 他就說 然後就說 只會想著吃一直吃 他以為你要吃蛋糕 對 所以他還是不知道這個什麼意思 這應該很容易吧 Piece of cake 大家都知道 很簡單 他不知道 夢多不知道 這個我好像聽過夢多說 It's a piece of cake 對啊 他講不代表他聽得懂 所以他也不知道 他自己在講什麼對不對 他是一堆亂講的 一塊小蛋糕 大家應該知道 Piece of cake就是很容易 很簡單的事情 小菜一碟 小菜一碟啦 有另外一個字是這個 This can be done by you 所以他有兩個 這很重耶 只是他有兩個意思吧 因為 一個是 他可以開玩笑的說 Oh my god This can be done by you 可能 可以覺得是你做得很好 但是他 就開玩笑的說不是 一樣又是演那個表情嘛 對 然後另外一個是覺得你做得很爛 這機車的表情 我們就交給你們 Ruby Ruby This can't be done by you 是吧 是這樣嗎 一開始就懂了 因為之前我上班的時候 因為要交報告給老闆 所以我就寫好給老闆看 然後老闆看的時候 他就說 This can be done by you 但是我那個時候 我不知道意思 所以我以為他在稱讚我 然後過後 他就把報告丟回來 就說 Review and hand in by tonight 然後我才知道 那一句話是壞的 就是 那雨萱呢 有 因為新加坡一年四季都是夏天 所以我其實滿 滿怕冷的 我弟弟在那邊啊 他們現在哦 還在穿吊嘎 對 兩個小孩穿吊嘎 在客廳跑來跑去 還躺在那個地板上耶 那很正常 新加坡也會到很冷嗎 沒有啊 就是新加坡一年四季就是夏天 日積如初 所以是很正常的 跟泰國一樣 然後來了台灣 因為要冬天了 所以我其實很怕冷 所以有一天我就在那... 上個月在搜狗逛的時候 就有看到有一個他們賣被... 痰子 然後它的板子是寫說 有了這個你中間就不怕冷了 然後原價八九九 然後打折或是四九九 然後... 也OK啊,省四百 雖然你看它好像有點很薄 但是我... 因為這幾天有變冷了 然後我就蓋這個睡覺 然後根本就不冷耶 你只有蓋一張這個 對,去蓋這個 就蓋這樣 真的很薄 真的很暖 不夠吧 真的很暖,真的 我不相信 這個還滿暖的 很暖,真的很暖 這個我覺得可以 這OK啦 才一直很好 這買得很有超值 這可以啊 因為航空公司 它不是會有特價嗎 所以每一個月 都會去訂他們的E-mail 每個月會跟你說 其實有特價什麼的 然後就... 有一次是看到一個E-mail 是說它有特價 可是它特價的出發日 是一年後 然後呢 對,一年後 所以我就當天 我就直接看到特價是來回 從新加坡到台北 台北回新加坡 這樣來回 所以機票只有一千兩百塊 好便宜哦 好便宜哦 是正常的航空公司 還是連航還是什麼的 連假的那種 沒有,是連假的啦 那你是坐在機艙內 還是機艙外啊 對啊 可是連假的原... 連假航空的原價 都要七千多 一千二含稅嗎 對,一千二含稅 新加坡 好便宜哦 好便宜哦 可是你怎麼知道你一年後 他有可能就常回家啊 所以他沒差啊 對,所以我就沒差 我就想說 反正很便宜嘛 如果我真的沒有用到的話 我也覺得很便宜 就我也沒有損失很多 所以我就直接買了 結果呢 結果我有用到 可是我回程的時候 因為我就直接來這裡 然後就決定在這裡發展 所以就沒有用回程 但是還是很划算 還好那也就損失六百而已 對啊 也可以用了啦 別忘了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哦 按下鈴鐺 讓你及時收看最新影片 歡迎看我們這些精彩的內容 趕快點選這些影片哦 按下鈴鐺 按下鈴鐺 Mus Бестно